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个公司呢 是名为H光学的一个公司 那么H光学呢是韩国最早生产非球面镜片的一个企业 那么这个公司呢以生产安装在电子零件 光通性零件 照明零件 车辆零件上的玻璃镜片 例如GMP镜片为主呢 以快速的交货方式和严格的品质水平的作为优势呢 提高了我们顾客的便利性以及信赖度 那么另外呢H光学这个公司呢 以非球面镜片为主的高技术力呢 为基础提供相机模块所用的镜片 单元为顾客提供从研发到生产到供货的 这样一条龙的一个服务 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H光学的这些产品呢 是来自AG Optical Sphero Lenses 即非球面镜头 那么H光学呢不仅生产 他们相机的镜头呢还生产于用于黑匣子 CCTV投影仪等之类的这个非球面镜头 那么拥有非球面镜片的设计呢 到制作他们都是可以在内部进行处理的一个系统 那么H光学呢通过与韩国最前链的公司进行一个合作的方式呢 证明了我们H光学这个公司高信赖度的品质 那么H光学的产品呢 他们主要优势主要是 第一个是利用Code V的这样一个设计方式呢 来为顾客提供适合他们需求的这样光学模具和镜片 第二呢是用通过Nano Level的这样一个水准的技术能力呢 又可以实现非常精密的一个非球面镜片的一个加工方式 第三呢又是通过H光学公司内部所拥有的 30、50、100、250甚至于500吨的一个注射器呢 就可以生产于用于汽车的A2HUD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光学模具和镜片 那么接下来呢具体为大家介绍一下H光学的这样一款产品 那么第一个产品呢是黑匣子用的这样一个镜头 那黑匣子用的这个镜头呢是H光学的一款主要产品 他们可以生产自动采用的黑匣子使用的非球面镜片 并且也可以根据顾客的要求来不断的提供镜片的组件 所以呢根据我们顾客想要制作黑匣子的这样一个需求的不同呢 H光学他们有拥有这样一个技术 来根据顾客不同的需求来打造这样一个光学镜片 另外呢H光学他们还有Collimator Lens 这个Lens的情况下呢 他们可以生产激光的亮点和激光印花石所使用的镜片 就比如说我们需要用激光来进行一些拍摄啊 或者是进行一些镜头组装的情况下呢 就可以通过这款Collimator Lens呢来进行一个非常安全又非常激光透度比较高的这样一款镜片 那么除此之外呢H光学还可以生产Head-Up Display 就是相当于HUD这一款产品中所使用的镜片和镜头类的产品 目前这一款HUD的这一款产品呢正在向大众顾客供货 就不仅仅说是我们企业可以通过H光学来进行这些产品的购买呢 我们现在大众顾客也可以通过H光学来进行一些购买 那么H光学的最大的一款特长呢 就是他们拥有光学设计并且设计模具成型高温压缩成型镜片涂层的原创的技术 所以他们是有自己的研发团队可以进行这些光学设计 根据我们光学技术的发展呢进行一些不断配套的设计 并且不断的产生新的产品 另外呢他们的光学镜头呢光学镜片只有最大限度的降低这个光学相差 就才可以确保优秀的这样一个影像的性能 那么中心光的焦点呢和周围光的焦点 如果说不集中到一个地方的话 就可能会发生相差或者是没有办法非常优秀的展现出我们这个镜片后的这样一个成像效果 那么使用H进学的这一款非球面镜片呢 就可以非常轻松的解决这些问题 就不需要说我们使用一般光学镜片的情况下 可能需要添加非常多的镜片 添加一些新的镜片的话 可能会导致说我们这个镜头啊会比较过厚 所以没有办法导致这么 没有办法有一个非常好的成像效果 那么使用我们H光学的这一款镜片呢 无需添加新的镜片 就可以达到普通光学镜头难以达到的效果 那么随着这个镜片数量的减少呢 整体成本啊也会随之降低 就假如说我们需要制作一款黑霞自用镜头的时候呢 通过我们H光学的这一款产品呢 就可以相当于比其他产品公司的这些要非常多层的镜头 所达到的效果 第一是效果会更好 第二又可以降低这个成本 所以它性价比也是非常之高的 那么H光学这一款产品呢 主要面对的对象消费者即是电动汽车 以及无人驾驶相关车辆生产的产业 那么近期正在发展呢 非常快速发展这一个电动汽车 以及无人驾驶汽车的需要呢 比现在内燃机汽车需要更多的一个镜头啊 以及我们这样一个拍摄的一个设备 那么拥有多种开发履历的我们H光学呢 就可以为此类企业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 就可以帮助说 他们又有非常大型的这样一个镜头生产的技术 又可以像这些电动汽车 以及无人驾驶汽车所需求的这些方面呢 就可以提供他们的需求 另外呢 就是黑匣子生产企业 那么现在H光学也在不断的与生产黑匣子的韩国企业 持续的进行一个交易 他们可以直接设计并且制作多种规格的这样一个镜头啊 他们H光学也可以非常提供稳定的供货 以及最高的品质 那么H光学的所有产品和技术呢 都有着TS16949的认证 以及ISO9001还有14001的这样一个认证 所以H光学呢 作为在韩国首次生产出最好的非球面镜片的公司呢 以独一无二的技术力代表大韩民国的非球面镜头生产企业 H光学呢提供了超出顾客需求的交货期 质量又有价格的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他们是韩国代表性的非球面镜片的生产处呢 其实只有两处 我们H光学是其中的一处 那么通过H光学所生产的这个几种镜片呢 韩国只有H光学才有这个技术可以生产 所以请大家多多关注这个企业 如果对产品有更多好奇的话 可以随时通过H光学的网络主页来进行交流 谢谢大家